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个最简单情况的重积分 最简单的情况就是说 它的积分区域这个Omega的话 它是局限在一个矩形的状况 X的题目 X的话是在0到1之间 Y到0到2之间 那么它所形成的是一个矩形的区域 来 我们画出来看看 这个情况的话 X是0到1 Y是0到2 它的积分区域就是在这边 X是1 它是一个矩形的状况 那么矩形的状况为什么比较简单呢 因为它不需要考虑函数 它就是以数字来表示 1 2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个重积分 函数是6X平方Y 加2 我们就直接把它画成叠积分了 DA我们把它画成叠积分 至于说各位同学要把它画成DX乘DY 还是DY乘DX 这个顺序的话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都怎么定都没关系 大家注意它的范围就对了 那么我们这边我们就使用的是 D Y乘DX好了 我们先写DY再写DX 那么我们就注意 Y乘对外层 内层对内层 Y乘是X的范围 Y乘是0到1 那么内层呢 Y的范围是由下到上 所以是0到2 那么我们的计算是 先计算内层 再计算外层 先做理念 现在我们对这里面的函数 对Y来积分 对Y来偏积分的话 Y就会变成二次方 所以这边变成了二次方 这边要补上一个二分之一 就会变成3X平方 Y平方 2对Y来积分 就是直接变成了2Y 好 积分完毕之后 Y的范围是0到2 我们这边注计0到2 外面再对X来积分 现在把2带进Y里面 2带进Y里面 扣掉0带到Y里面 现在我们把它带进去 2带进去是多少呢 是4 4 3 12 变成12X的二次方 这边是带进去 这边就是变成了4 好 现在做完了以后 轮到X了 现在我们继续做下去 X的二次方 的积分变成了三次方 这边就要补上一个三分之十二 那就是4 加上4X 来我们的范围是几的 0到1 这边把1带进去 扣掉0带进去 0带进去都是0 所以没有问题 我们这边等于4加4等于8 这个8的意义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的话 这个重积分我们把它算出来了 这个8的意义代表的是一个体积的意义 这是一个函数 一个双变数的函数 这边是X轴 这边是Y轴 那么Z轴在要有立体感 在前面 这个函数 假设在这边 它是由这个矩形对上去 所形成的一个体积 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谓 最简单的一个提醒